三国时代寻雄定起 乌环因与原氏集团联手而被逃操所灭 匈奴 先卑 节 低 腔 五湖 仅一千万人进法中原 少数民族政权登堂入室 君临天下 历史进入了高光剑影的五湖十六国时代 请听乌环与先卑 前赴后继的东湖兄弟 土玉魂的故事 是从一场小小的马斗开始的 一千七百多年前 在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 生活着鲜卑族的慕容部落 土玉魂是首领社规的树长子 同领着一千七百户不重 而他的弟弟若洛伟 因为是嫡出 于晋武帝司马延泰康五年 公元二百八十四年 继承了蝉鱼之位 一天土玉魂与若洛伟两部的马群 在草场上争斗 兄弟二人为此发生了争执 一气之下 兽气包土玉魂率步出走 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长途旅行 在马群的神秘之隐下 他们从图河青山 进辽宁一县境内 一路向西 穿过辽宁北部 内蒙古草原南边 在呼和浩特以西的核桃平原 滞留了二十年 近永家六年 公元三百一十二年 由于受到拓拔鲜卑的压力 土玉魂不顾年老体衰 再次率步西迁 他们从殷山向西南 越过拢山 渡过陶河 最终来到了 今甘肃临下回宿自治州西北的 江人居住区 汉原地区 他们用先进的文化 和铿锵的铁蹄 征服了当地的羌人 陆续攻占了南道 金四川阿坝 松潘 西道恶陵湖 扎陵湖 东西绵延数千里的地区 在这里 他们抛弃了动物般的流浪生活 建起了房屋 村庄 乃至城堡 宣布组成了 鲜卑羌人的联合政权 都城 就设在金青海 布哈河附近的福寺城 鲜华甘愿为国师而掉落 东晋建武元年 公元三百一十七年 颠沛流离了一生 始终坚定不移地 为部落寻找繁衍生息之地的 土玉魂大人 在完成了民族迁徙的历史使命后 刻然与世尝此 终年七十二岁 作为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奠基者 他赢得了后人的无限敬仰 东晋 咸河四年 公元三百二十九年 为了永远记住这位国父 土玉魂的孙子 叶炎 用祖父的名字 做了王族的姓氏 并立国号为土玉魂 千年后 奥斯曼帝国的德名 与此如出一辙 从此 这个稍稍一些傲口的名称 频繁地出现在 曼妙的唐诗中 土玉魂国之所以能够长期逍遥 一方面因为他们地处偏僻 另一方面则是中原五湖十六国的内乱 但是当隋朝统一中国后 弱小的土玉魂就没那么幸运了 隋大业五年 公元六百零九年 隋扬帝亲率远征军 将他们赶出了世代居住的墓地 浮云可汗亡命他乡 儿子福顺被扣作人质 此地的原名西海郡 也被隋扬帝改名为善州 他们只有期盼和等待 期盼强大的隋朝发生内乱 等待浑水摸鱼的机会 我不太理解 既然被强行征服的周边民族 都有如此的心态 为何中原皇宫里 还一再发生 轻痛愁快的内讧呢 在隋朝乱得一塌糊涂时 土玉魂人趁机返回故乡 重建了记忆中的土玉魂国 经过上一次的挫折 他们变得明智起来 协助唐高祖李渊 击败了甘肃叛乱者李鬼 作为对土玉魂的报答 李渊送还了被隋扬帝 扣作人质的福顺 双方进入了蜜月期 蜜月终有结束的一天 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八年 公元六百三十四年 土玉魂一伙使臣 在从长安朝贡归国途中 顺手牵扬 掠夺了大唐边民的财物 抢劫对于土玉魂 这个马背上的民族来讲 本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但消息添油加醋的 传回到唐朝宫廷 已向爱民如此的唐太宗发怒了 唐太宗传下圣旨 要求福允克罕 亲临长安道歉 福允回信说 对不起 我体弱多病 去不了长安 宽容是一件奢侈品 可并非人人都可以买到它 自敢有失颜面的 唐太宗愤怒地取消了 唐朝公主 与福允之子的婚约 唐太宗的毁婚 使福允恼羞成怒 他竟然主动挑起战火 屡饭唐边 外交事件 演化成了战争 第二年唐太宗兴师西征 李靖率部 从北道 切断土玉魂的退路 侯军吉和李道宗率部 从南道 追捷南逃的土玉魂 两路唐军 穿过荒无人烟的布毛之地 人驰兵马蛋绝 长途追击数千里 沿途作战数十次 跟踪追击至今新疆居墨西 使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的浮云可汗 绝望自杀 边塞诗人王昌龄 豪行满怀的引用道 大漠封尘日色昏 红旗半卷出园门 前军夜战 逃河北 以报生擒 土玉魂 土玉魂被征服后 唐朝立成长于中原的福顺 为可汗 将土玉魂画入了唐朝版图 土玉魂成为唐朝 与吐蕃之间的缓冲地带 后来因为受不了 吐蕃的蚕食经吞 土玉魂人被迫 迁往灵州 朔方 与枪 藏 蒙 汉 杂居 最终衍生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 土族 还有一个支流在匆匆流淌 他们是与文先卑的一个分支 库墨西 还是因为与前燕的那次败仗 库墨西与包凶契丹 落荒逃亡到松墨之间 后来新兴的北魏征服了他们 并将他们强行拆开 松墨西部是库墨西 松墨东部则是契丹 谁的拳头硬 我们就听谁的吧 在弱肉强食的民族大肩并中 对于成长期的民族而言 虚言复试 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在东突厥韩国听命于隋朝的日子里 他们也一同归附了强大的隋朝 并将名字简化为西 后来听说唐朝代替了隋朝 他们又赶紧派遣使者进贡 西人大首领苏枝 还曾跟随唐太宗东征高丽 唐太宗一高兴 就将西人分部区 升格为饶乐都督府 任命西人酋长可渡者为都督 封楼梵县宫赐李姓 这样一来 弱小的西竟然能与强大的契丹平起平坐 被唐朝在书面文书里称为两拨 西与契丹之所以并驾齐驱 无非是唐朝不想让哪个部落单独做大把了 可是当唐朝被藩阵折磨得自顾不暇的时候 西人的苦日子也就来到了 从此北方的契丹开始肆无忌惮地蹂躏西人 万般无奈之下西族首领去诛 率领部分亲信来到长城以内的龟州 今河北怀来避难 于是西人一分为二 长城以内的被称为西西 留在草原的被称为东西 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 在唐朝灭亡后 东西连同失去了保护伞的西西一起 被契丹国主阿宝基征服 在西人的字典里从来就没有屈服这个词 终于他们等到了辽国走下坡路的那一天 就在千疮百孔的辽国土地上 西王回礼堡联合渤海后人建立了大西国 从此他们得了个叛復无常的恶名 不久他们就被新兴的大金国吞并 谁都知道要让西人听话 比让如今的美国女星布兰尼维持婚姻难多了 为防备叛復无常的西人返金 金世宗将西人分散迁徙到女真人的居住区 相貌一样 姓氏一样 风俗一样 时间一长 谁还分得清哪是西人 哪是女真 其实追溯的远一点 他们的祖先原本就是义伙人 鲜卑的后人如今仍然叫鲜卑的只有西伯 因为西伯的汉语语音有西匹 鲜卑 石笔 西伯人也自认为是中国古代北方鲜卑人的后裔 早在五湖十六国时期 大量的游牧部落就迁居黄河流域 但仍有一个固执的鲜卑部落滞留在嫩江松花江流域 以狩猎和捕鱼为生 他们就是今天的西伯族人 这个自甘寂寞的拓拔鲜卑部落 在经历了十几个世纪之后 才重建史册 十六世纪后期到十七世纪初 西伯族被编入八旗蒙古和八旗满洲 清乾隆二十九年 公元一七六四年 是西伯族人险山漏水的年份 清朝征调西伯人编为西伯营 到新疆伊犁河南岸住房 官方郑重承诺 六十年服役期满 就可以返回故乡 但历史上的哪一次官方移民 不是这样承诺的呢 而平均寿命只有五十年左右的古人 在六十年后还能走回故乡吗 但他们只有服从 一千零二十名西伯族官兵 连同家属共四千余人 忍痛离开了魂牵梦营的故土 汗泪告别了也许永生不能再见的亲朋 戴上最简单的形状 从辽阳、开园、益州、汇聚到沈阳 在四月十八日 也就是西伯人为纪念此次迁徙而新设的四一八节的当天 他们悲壮地告绩了家庙、太平寺 然后踏上了西区的漫漫立场 前面等待他们的不只是高山、大川、烈日和雨雪 还有意想不到的饥渴、疲劳、瘟疫甚至死亡 这支庞大的队伍出张五台边门 精进蒙古的克鲁伦路 过杭爱山、乌里亚苏台、科布多 和新疆的阿勒泰、塔城、巴尔鲁克、伯尔塔拉、塔尔齐 形成万余里历时十五个月 终于比原计划提前一年到达目的地一里 完成了西伯族历史上可歌可泣的壮举 在如今的新疆西伯族聚居区 仍然可以看到西伯人西迁后的第十八年 由西伯营总管图伯特主持兴建的喇嘛苏穆 汉名靖远寺 随几经重修 整个建筑群仍精雕细刻玲珑剔透 风采不见当年 据说当时修建靖远寺的意图是 祝愿六十年期满后能回到原籍去 但正如每一次移民一样 他们的愿望随着第一代移民的死去 和岁月的流逝日渐淡化 这种遗憾一直延续到公元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现在十八万西伯族人的分部 在各少数民族中极其罕见 一部分居于西域草原上的新疆查布查尔西伯族自治县 这是新盛代 一部分居于东北的白山黑水间 那是老住户 西伯族两大聚居区之间的每一次交往都不亚于一次万里长征 如果双方男女通婚 那将是名副其实的千里姻缘 风雨混淆了地的界限 岁月模糊了人的容颜 随朝建立后 中原的鲜卑人逐渐与兄弟民族血脉相通 融为一体 据考证随唐皇室均有浓厚的鲜卑血统 随扬帝杨广 唐高宗李渊的母亲皆出自拓拔鲜卑独孤氏 唐太宗李世民的生母出自鲜卑启斗氏 长孙皇后的父母皆为鲜卑人 因此唐高宗李治的汉族血统只有四分之一 有人据此认为随唐时期的汉族 是以汉族为父系 鲜卑为母系的新汉族 且不论此说科学与否 鲜卑与汉族的融合的确是不争的事实 因为从此以后 那个纯粹的鲜卑民族永远的消失了 不仅如此 鲜卑、匈奴、劫、堤、枪、五湖一起内迁 打破了汉族一族不大的局面 搅乱了原本平静如水的中原 也因为这一事件 中原人的血统正式定型 就像希腊和印度北部被亚利安化 美索不达米亚、陕米特化一样 传统意义上的中国被蒙古人种同化了 对此人们莫衷一事 有人认为此乃中华民族之大性 但也有人包括很多汉族史学家 对此不以为然 甚至将这一事件称为五湖断华 千万不要忽视后一种观点 因为直到今天 反对民族融合的人仍不在少数 在今天某些极端民族主义地区 仍有许多人狂热地高呼 百分之百这个、百分之百那个 个别人甚至不允许与兄弟民族通婚 但世界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 大自然对任何标准化的理想都天生反感 这个世界上最有用的东西都是杂柔而成 最睿智的思想都是结合的产物 最丰收的庄稼都具备杂交优势 最聪明美丽的民族都是融合的结果 因此包括鲜卑在内的五湖 与古老汉族的融合是中华民族的一大姓氏 它使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交汇到一起 奠定了多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根基 改变了人们传统而单调的生活方式 长期受礼教熏陶的汉族农业文化中 似乎被诸入了一种豪侠健爽的强心计 而长期处于野蛮状态的鲜卑游牧文化中 也逐渐被加入一种文质彬彬的精神内涵 人们的思想观念呈现出多元化趋势 儒家一统天下的文化格局被冲破 中华民族在春秋战国之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 终于爆发 如此一来 那过分儒雅又有些孱弱的南朝文化和过分刚烈 而又有些原始的北朝文化 便通过隋唐的融合各自扬弃了片面性 一种坚收并序博大精深的新的时代面貌出现了 于是有了打马球的男人 荡秋千的妇女 醉酒荡戈的诗人 坦胸漏背的女装 宽阔笔直的大道 金碧辉煌的庙宇 高耸入云的佛塔 分之踏来的使者 最终造就了隋唐帝国 面向世界 坚收并序的博大胸襟 是创造了辉煌历史的唐王朝 成为世界经济文化的伟大中心 天空收容每一片云彩 不论其美丑 故广阔无比 高山收容每一块岩石 不论其大小 故雄伟壮观 大海收容每一朵浪花 不论其清浊 故浩瀚无涯 说到这里 我们不禁感叹 那些将五湖内谦 灌名为五湖乱华的诗学家 是多么的目光短浅 历史的赞歌 应该献给那些主动拥抱文明 甘愿奉献血统 不求留下姓名的人们 他们才是中华民族 日渐富强民主文明的本源